大家好,我是安家纽约成都,您的安家顾问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我来谈谈炮台公园城值不值得购买 说到这个纽约曼哈顿的炮台公园城 我说它可以排进全纽约最佳的居住社区前三名 一定没有人反对 每一个到过炮台公园城走过逛过的人都会由衷地感叹 在曼哈顿居然还有这样一片春暖花开的祥和的绿洲 但说到购买炮台公园城的住宅 很多人从开始的兴致勃勃到后来的充满疑问 我最近的一位买家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惑 他向我抛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我今天就用这期视频来一一地解答 它的第一个问题是 既然炮台公园城这么好 为什么它的房价会比曼哈顿平均的房价要低了20%到30% 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根本的原因就是炮台公园城的公寓的维持费用会高于曼哈顿的平均水平 因此就会导致了它房价被拉低了 我们知道曼哈顿的房价和维持费是一种平衡的关系 纽约普通公寓的维持费有两项 物业管理费和房地产税 但是炮台公园城除了这两项以外 还有一项租地的费用 炮台公园城是1970年代维海田地而兴建起来的 这片92英亩的土地都是归政府所有的 所以目前炮台公园城有近50栋的建筑 包括著名的高盛集团大楼 世界金融中心以及这里的图书馆学校等 还有住宅楼 那么都是各个开发商向政府租地而建的 因此除了正常的地税以外 便会多了一项租地的费用 那么这两项费用加在一起 在炮台公园城有一个新的名称叫Pilot 它是Payment in Lain of Tax的简称 那么我就以炮台公园城目前最热销的新的公寓 Tribeca Green这栋大楼作为例子 那我的买家在Tribeca Green里面呢 看中的是一套位于9楼1246平方尺的二卧的单元 它的售价是162.5万美金 那么如果不是在炮台公园城相同品质的公寓 这样的售价应该是在240万左右 那么这套公寓的维持费是多少呢 它目前的物业费地税租地的费用加起来 是每个月4049美金 相当于是每平方尺3.5美金左右 而曼哈顿正常公寓的维持费应该是3美金左右 那么听到这儿有人可能会举手反对了 他说现在很多曼哈顿正常公寓的维持费 已经是超过了每平方尺3美金了 那么的确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撇开环境学区等这些外在的因素 单纯从性价比这个角度来考虑 购买炮台公园城 你是用一个低于市场平均价格多得多的钱 买下了一个同品质的公寓 比如上面我们说的这个二卧的单元的例子 那买的时候呢 就比正常的公寓要少付了70多万 但是你每个月的费用可能会多支出了400到500美金 所以炮台公园城呢 适合那些资金暂时不够 但是每个月可以承受多付几百美元的这样的买家 那么究竟是选择大部分那种正常房价和正常维持费的公寓 还是选择炮台公园城房价低 但是维持费稍高的这样的公寓 那么这就要取决于每个买家的资金的状况 对居住环境的喜好 以及房产的持有时间的长短 这样多种的因素来决定 没有绝对的好与换 那么这位买家向我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 为什么炮台公园城的公寓不是永久产权的condo 而是没有产权的co-op 这个问题相对有些复杂 那么我试着用一些简单的语言来解释 纽约所谓有永久产权的公寓condo 是因为每个单元除了有公寓的使用权 转让权之外 它还拥有大楼地块的一定的百分比 所以我们可以称它为是土地权或产权 但是因为炮台公园城的土地是属于政府的 因此每一个业主并不拥有大楼地块的百分比 因此从技术上来说 它是不能被称为产权公寓condo的 但是炮台公园城的住宅 是否是属于没有产权的co-op呢 实际上也不是 co-op这种产权形式是1960年代以前的产物 仅仅是大楼本身拥有土地 每一个单元它是没有独立的税号 所以这个业主是拥有大楼一定比例的股份 所有的住户要统一去交物业费和地税 任何一户单元如果欠费了 就会关系到其他的住户要为之买单 因此这个co-op最被人诟病的 是这个大楼对每一个新买家 要进行严格的财务审核和面试 工作如果不稳定收入不高或者信用不好的 都可能会成为被拒绝购买的理由 那么同时这个co-op大部分还会限制业主 进行投资出租 这就导致了co-op这种合作公寓它的流通性就变差了 也直接导致了co-op的房价也较难提升 因此在1960年代以后政府就进行改革 所有的新建的公寓基本上都不再是co-op了 政府给每一个单元分出了一个独立的税号 每个业主对自己单元的财务负责 不再牵连到大楼的其他的住户 也因此公寓的规定限制就少了 业主可以自由地出租买卖 那么炮台公园城的住宅 从新建之初就可以自由地出租买卖 不需要面试 只是因为土地是属于政府 而不能惯以condo 从产权的形式来说 它也只是拥有股份 所以如果一定要给炮台公园城的公寓 一个准确的英文名称 我们可以叫做landless condo 或者称为condo 意思就是 虽然没有condo的土地所有权 但是完全可以用condo的标准来经营 不过这里稍稍提醒一点 我刚才说的可以自由地出租买卖 但是很多的新楼盘有一个小的规定 购买的第一年是不能出售的 这倒不是炮台公园城 有这样的特殊的规定 而是几乎所有的纽约的新公寓 它为了避免和未出售的单元形成竞争 而形成的一种普遍的做法 第三个问题是 既然炮台公园城是属于土地是属于政府的 那么租约什么时候到期 到期以后会是怎么样 炮台公园城从刚刚建起来的时候 就和政府签订了一个99年的租约 那么这个租约是到2069年到期 那么当时没有讨论续约的问题 但是总体来说我认为这个问题不用太过于担心 因为我们不是像私人租地 那么政府在2069年到期的时候呢 不出意外会继续的续约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 它当然是希望炮台公园城继续的繁荣 成为纽约市居住社区的典范 那么至于租地的租金是否会提高 那就要根据到时候纽约土地的价格来评估了 但是我相信啊 只要纽约市政府是本着继续促进 炮台公园城的繁荣 会定出一个合理的续约的条件的 那么正是因为炮台公园城这个住宅性质的 相对复杂性和特殊性 那么使得外地的买家一时半火呢 对炮台公园城的购买有些迟疑 实际上购买炮台公园城的买家 大部分是已经在炮台公园城居住很长时间的租户 或者是在这个社区成长的人 他们对炮台公园城有充分的了解 也非常的熟悉和喜爱这里的居住环境 因此就懂得分析利弊 或是对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有充分的认识和把握 那么我有一个朋友呢 最近就买了炮台公园城的公寓 他看中的就是这里优质的教育资源 和适合孩子成长的环境 购买了两套相邻的单元 打通成一个超大的户型 他就告诉我 他说与其搬到长岛 那么炮台公园城也有类似的居住环境 大片的绿地公园 游乐运动场所 非常适合孩子的成长和教育 而且这里公寓的维持费用 和长岛的地税也基本持平了 而且他们夫妻俩又是在曼哈顿上班 所以安家在炮台公园城对他们来说是再适合不过了 以上说的是购买炮台公园城的一些疑问 一些问题 但实际上呢 还有几个小的细节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第一个就是虽然租金是到2069年到期 但是每15年政府会和大楼做一次租金的调整 大比例来说会提高租金的 所以在购买的时候呢 你就了解一下下次调整租金的时间 那么对租金的调整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但是全纽约的公寓其实也是一样的 那么无论房产税和物业费 都会根据通货膨胀做相应的调整 第二个小细节就是 由于是租地对部分的银行来说 贷款可能有一定的难度 或者需要额外的文件 尤其是申请30年期贷款的买家 如果临近租约到期的2069年 银行可能会担心不确定的因素增加 放贷会更加的谨慎 不过在炮台公园城每个楼盘 都有自己的preferred lender 那么都可以顺利的贷到款 第三个要注意的是 炮台公园城是位于水边 属于纽约政府划分的洪水潜在社区 所以需要购买额外的洪水保险 但是以我在2012年纽约 这个遭遇百年一遇的桑迪飓风的经验 炮台公园城的损失还是比较小的 而且它是最早恢复供电的区域之一 第四个要注意的是 作为自住 炮台公园可能是上家的选择 用于投资出租 那么这个社区的租金 我看了一下水平还真不低 那么如果像Treybeka Green这样的楼盘 它的维持费现在还算非常的合理 我算了一下租金的回报率 还高于曼哈顿的平均水平 但是由于炮台公园城已经是一个稳定成熟的居住社区 房价的增值空间可能只是随着纽约房市的整体趋势而走 不如那些新兴的社区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增幅 好 以上就是我对炮台公园城住宅特殊性的分析 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和建议 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指出 我是居住在纽约二十多年的资深的地产顾问 希望尽己所能给出最中肯的建议 为您在纽约购房之夜提供切实的帮助 好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就请点个赞吧 记得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键 观看更多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